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AWC的技术分析 这个是我Channel Member里面的一位会员首问的股 如果你也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参加我的Join Member 我会在每个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呢 都会开放让会员问股的 OK,AWC呢 股价呢,现在是有点弱 而且呢,它是在这个MA200 MA60 正在压住它 顶部呢,又有很多套牢盘 所以基本上呢,是比较弱势的 好事是说,它刚刚又涨上去这个MA20 而且MA20呢,是已经要开始往上歪了 然后痒了,OK 短期是OK 长期就很惨,OK 现在呢,它正在这个盘整住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边有个小小的一个箱子啊 这个箱子,就是这边 这边 这个区 个人认为呢,它最好还要证明自己 它可以突破这一个箱子 才有机会呢,继续往上冲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这个主力线呢,就是这一个咯 这条线,红色线的 这个大概就是0.55左右吧 0.55 0.55啊 所以说,这个是0.552 5.55左右 还有,离这个 主力线呢,不远 OK,不远 呃 我觉得 台庭要突破这个 MA200 台庭挑战这个 头马虫 还会有机会往上去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吧 现在还是有点困难 这个,这边的套牢盘是蛮多的哈 呃,所以我会觉得 最好是等到 突破这个POC 这个头马虫之后 才考虑要不要 呃 要不要接入 呀,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 呀 如果你 已经是持股的话 你记住已经有这个 呃,马路的话呢 现在 当然也是不适合卖掉 你只是要等罢了 看它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个 呃 0.55 那时候再考虑怎么办 当然如果是DEPPOC的话呢 DEPPOC这条线啊 这条线 这条线 大概是0.5 大概是 这条线应该是0.5 0.5亿吧 0.5亿左右 DEPPOC的话 可能就要考虑把它慢出去了 OK AWC呢 基本上现在是在盘整中啊 这个箱子里面嘛 所以 就是要等方向啦 上 或是下 现在没有人知道 呀 它公布的业绩好像不错啊 就上的机会 可能应该是比下的机会是多的 OK 上去的话呢 这一个呢就是它的 呃 主力线 就是0.55 OK 我们继续观察吧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并没有 并不构成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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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